也是中概相关股份 其实股价是非常波动的 好,这个朋友117.5就买了 他说现在是否应该先沽了他呢? 其实他还有没有上升空间呢? 止蚀位又应该是多少呢? 轻轻来的 暂时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真的会继续升的话 118到120元之间 阻力会是大一点的 大概120元这些位置就是3月3日和3月4日之间 那个下跌裂口底部的位置 始终有一些资金未必是很多流入到中概股 因为都担心有机会是被退市的风险 未必真的 如果你说对小鹏来说 可能未必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在里面的 因为他就在香港 就不是用一个第二上市的安排 他用一个两地去上市的时候 所以变成他就算美国那边退市 就不影响他香港的上市地位 但是现在投资者很多时就以一个消息面的概括来看的时候 中概股有一个受压的风险 小鹏的股价表现都一样会受一个拖累的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极其量都是对于观众来说 可能都是去平手的位置 已经是差不多又是要走的 如果你说 不想观望的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连续两个交易日 未来两天来说 都不能够上回108元或以上 就可以考虑就先走了 comum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t受高 Hil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